各位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電影文化中心香港的網台節目《香港戲味》 來到第四集 我又要先介紹我自己 我就是Eric曾兆宏 我身邊一位就是Vidiam 袁永康 網台節目也說謊話說我們已經在這裡做第四集 也謝謝各位網民的支持 我們也見到Hit Ray的瀏覽似乎挺多人 起碼我也有點驚訝 原來有很多人都留意到 也有很多朋友分享 我也謝謝各位支持 也希望透過這個網台節目和大家可以更多交流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節目是放在幾個地方 一方面也在YouTube會看到 也會在Facebook電影文化中心的項目 也會分享出來 當然Vidiam 你的威國會館 然後我的香港電影台的項目 在Facebook也會分享 好像幾台聯播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看 也歡迎大家可以留言交流 其實我們的最大目的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都喜歡香港電影 也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和大家可以更多的互動 可以留言 你可能想聽哪些節目 想問一些問題 不知道 因為Vidiam 你也會有些朋友跟你有些回事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覺得 他們沒有那麼熟悉香港電影 或者舊片 他們有時候覺得 你真的好像很熟悉才知道我們說什麼 因為你真的有很多很癖的東西 有些冷知識 但你以為是熱知識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很冷的 所以我想有時候我們也會嘗試比較多的介紹 深入淺出 但當然 如果你說聽完都不太明白 那你其實可以留言回應 或者我又想知道誰的東西 可能你將來再分享 也會在那裏跟我們回應 那你有沒有身邊的人有留意我們的節目 有沒有什麼意見給我們 我看到有些分享 或者有些留言 有一位通聯先生 又說我不是很對咪 那你對咪 盡量清楚一點 但上次也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也說得太慶喜 也不太知道 因為始終我想 我們其實不斷調整 其實上幾次都是一個我們是試運 營運中 因為我們還未太熟悉一些網台 始終來說 我們都是嘗試看大家的反應 我們不斷調整的 所以你會陸續看到 例如我們講的內容 或者片場 哪怕其他各方面都好 都會不斷調整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而且很重要 大家真的要有一個回應給我們 我們才會不斷去改善 改進 所以我們講完一大段開場拍之後 我們都要言歸正傳 我們今集繼續講我們那個靈異電影 80年代初的鬼氣年篇 靈幻電影 其實有很多名字 因為有時候不是真是鬼的 或者是沒有鬼 或者其他類型 古古怪怪的恐怖 經論的元素等等 其實80年代初 我們上一集都講到 例如新浪潮 或者是季智雄 或者新浪潮 例如許安華也拍過 余韻礦也拍過 或者是翁遺傳也拍過 我們今集都會講一些 可能有些都很出名的導演 原來在70年代 每80年代初 可能他都拍過這些靈異電影 或者有些都比較癖 今天都沒有什麼人記得的 一些恐怖片等等 我想 William 你率先想和我們介紹哪一套 我們先去到82年吧 82年我們可以講一下 他之後靠英文版式出名的吳宇深大導演 John Wu 你想不到他在82年拍過一套電影叫做《摩登天師》 其實吳宇深大家不知道 可能有些年輕人 他之前拍過很多笑片 全部都是一樣是許冠英做主角 發展行 錢作怪 之後有一套八彩琳馬珍和小汪芳在一起 也是許冠英 因為那時候也是許氏兄弟很大紅 許冠文 許冠傑 許冠英三兄弟 因為許冠文 周文華先生也說他幾年才一套 所以他真的受不了 所以要找吳宇深幫許冠文做副導演 幫鬼馬雙星 本金八糧 出來拍一些發展行 錢作怪 幫家和頂一頂 也挺賣座的 這個摩登天師 或者要補充一點點 吳宇深其實也有一段很陰謀 是很倒霉的日子 其實我們今天知道的 往往是英雄本色之後 1986年之後 那個已經是他大翻身 因為他失意之後已經大翻身 但他之前在七十年代中後期 去到八十年代初 其實一直都是失意的 大派家和 當然他拍過一些賣座片 剛才你說的錢作怪 發錢寒 八彩林馬真也算是不錯 但當然也有一兩套 這套已經今天被人遺忘的摩登天師 這套也是一個我們可以說靈異 這套是說魔鬼 這套是1982年的作品 這套摩登天師 其實我們看回他的導演是吳宇深 主要是許冠英 也是寧涵主演 但是我們說看回其實也有趣 今天看回 挺有趣的 其實有一點點說到天師和魔鬼 那你說是否和 改編這個 我想明珠浮士德 有些是 魔鬼合約 對 魔鬼的契約 然後又說出賣你的靈魂 其實如果大家熟知浮士德的故事 都是類似的 當然你要再找回一些經典 你好像是否和西片都有些關係 西片就是華倫比蒂 還是什麼呢 有一套叫做 Heaven Canvaider 對 我想是東抄西抄的 你有浮士德的東西 有西片的東西 哪怕也有無線的東西 有馮稅帆 那個其實也不是 因為我最初還以為是 因為電視劇無線的飛越十八層 同一年 剛剛也是這個時候做 我以為兩個都有影響 原來不是的 原來也不是的 原來差不多時間 這套是復活節上映的 無線的飛越十八層 因為現在兩套都是 馮稅扮成魔鬼 剛剛就是 原來也是 差不多三月尾 同一年上映 差不多時間 差不多時間 其實會不會 當中又怎麼會巧合得這麼巧 這麼巧 其實也是比較奇怪 我都會有個誤解 但當中又會這麼巧 同一年又同一時間出現 其實故事是很簡單的 其一方面是一個就是講那個神父 就是馬克伯 那個角色都古怪怪的 馬克伯 這個就是牧師的神父 就犯了戒 然後就死了 然後另一方面 就是地獄的特事 就是阿飄的任務 那個就是馮稅帆的飾演 那兩個都要下凡 其實相繼他有個任務 要去落凡間 做一些事情 一個當然要破壞世界 就是做馮稅帆的角色 因為是魔鬼的部分 而牧師的角色也要去做好事 大家都看中了一個對象 就是許冠英 這個角色 許冠英也是那些很擅長做的小人物 我想大家看許氏兄弟的喜劇 哪怕有很多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他有份擔當的 都是一些小人物的角色 都是那些又追不到女 又是做的那些角色 好黑仔 好倒楣 他本身有很多音樂都認識 然後又沒有人想認識他的創話 就是懷財不育那種 反而有一個很差的 就是陳百祥 荷蘭 荷蘭 他第一部電影 摩丹天斯 他自己也說 這個陳百祥 反而好像很得戚 其實他完全沒有了 這些等等的地方 令到後期 當然最初 就是說許冠英 就是真的信了魔鬼 以為魔鬼給了他很多好處 令到他很想追求的那個徐傑 又喜歡他 又成名 又發達等等的方面 當然後來當然覺得 有魔鬼 原來很多東西不好等等 然後後期那個牧師出來 想去拯救他等等 橋段出現了 所以才能引發到一系列的故事等等 那你覺得這部電影有沒有什麼地方 你覺得很有趣 其實挺有趣的整體 不過有些位置太長了 其實他 他最初 許冠英 他是一個很賭媒的創作人 他周圍在山頂騙鬼佬 或者什麼文革的 這是好笑的 因為那時候 剛好是 至於香港大陸還沒有開放 那些外國遊客來到香港 其中一個景點就是要走到他的邊境 山頭就跳往大陸深圳的農田 許冠英就周圍扮鬼扮馬 就是奏樂 然後扮什麼文革受害的音樂家 謝謝 那些鬼佬給他錢 是拘捕梁足協奏曲 那兩樣東西 是個癮的 對白上也挺有趣的 有一個很有趣的處境 就是 最初魔鬼 馮瑞凡和秦沛 有兩部油箱的東西 原來是電梯來的 是紅色的 他們兩個有些對白 你上天堂嗎 上天堂很愚蠢 然後徐沛說落地獄都不見得很聰明 對呀 而且我覺得天堂地獄的魔鬼都很愚蠢 如果大家看這部影片 其實馮瑞凡不是整個地獄最大的那個 其實還有一個魔鬼 魔鬼不知道是什麼人 是中法 化到整個臉有白 還有女人聲 但是你會覺得他那個角色是一個很愚蠢 經常被火燒 口裡被一隻乳豬 其實他也是大公仔 其實是一個很愚蠢的 整個角色的設定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魔鬼是很聰明 他不是那一回事 當中當然有很多個古言精怪 例如馮瑞凡的頭 經常脫頭 經常脫不回頭 哪怕最後一幕 就是秦沛和馮瑞凡的大鬥法 都真的很荒誕 好像打遊戲 我記得許貫英 只是拿著秦沛 打遊戲 然後打遊戲 打怪獸 外面有一個POWER 那個是很靠 那個挺有趣的 不過我覺得吳宇森 始終當時是有一個很大的毛病 能放不能收 看過太長那一段 那一段呢 長到你一整十年 你看看他就是很悶的 他很多時候我覺得 吳宇森也是有這個毛病的 這個當然是很明顯的 而且玩得是很過火的 例如有一幕是說 Rocky 即是說陳百祥那個角色 即是說他瘋了 即是他上身 然後在畫展那裏發瘋 即是那段又很長 而且是很離譜的 當然我想 剛中有一點 不知道是吳宇森 那些懷財不育的孤粉 因為我想他那時的家禍 又不得志 狂拍笑片 他自己也不太喜歡 雖然有些是賣座 他又不是喜歡那些 他又拍不到想拍的東西 我想有些是那些孤粉 即是我想 許冠英 不知道是不是寄託了他一些 那些 那樣東西我想是有的 但整體 今天這部影片 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差 有一點點不太耐心 但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 例如吳宇森 即是他成名前有些什麼作品 都是值得我們找回這套 叫做摩登天師 所以出來去重溫一下 還有一個對白我挺喜歡的 就是魔鬼跟許冠英說 你很長命的 97年跟香港一樣長命 其實是有趣的 我覺得有些對白都挺有趣 還有他當中 例如說魔鬼 後來是否說 許冠英不斷轉不同的處境 當他凌成理咒之後 有一段都很粵語片 即是說 原來他就是 我們剛才說 他出賣了靈魂給魔鬼 灌英 接著 他最初說很闊老 很有錢 但他發覺 原來他身邊的女人 就不喜歡他 但後來他說 不如我們有情喝水飽 立即整個場景 變成爛屋 流水 然後那個老婆原來有很多子女 又懷孕又大肚子 等等情況之後 就好像很痛苦 然後發覺又不行 然後又要吃老鼠藥 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那個處境 處理那種荒謬 荒誕其實都幾極致 那樣東西我覺得 今天看回摩登天師 你說好看 你問我 我又覺得一般的 但你嘗試去找回 找回吳宇森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都不妨的一套 剛才他說的 三個都是失敗者 即是那個失敗的牧師 失敗的魔鬼 許冠英 其實全部都是失敗者 其實吳宇森早期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很多失敗者 這套 這套我們第一套要介紹 第二套 我想也是一個 八十年代 都算紅極一時 也有些人歸少少 當是新浪朝一元 有些人都喜歡一篇 我們在說哪一位呢 就是于仁泰導演 于仁泰導演 我想七十年代末都開始出現 八十年代 場內場外 這樣就成名 後期一直到九十年代 也拍很多鬼片 能手 去到荷里活都拍 嘩鬼 嘩鬼 真娘 一直拍到都出名 我們在說他比較早期的一套 都是一九八幾 八三 八三 有關許冠英士 對 有關許氏兄弟 追鬼七雄 就是 許冠文 我想唯一一次 碰鬼的題材 我想唯一一次 碰文初 清朝 清朝 文初的題材比較多 所以這套是說 1922年 應該是文初的題材 雙西 我想以往 許冠文很時裝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些 比較新穎的 因為這套題材 其實我也挺驚訝的 這套我之前還沒看 經理推薦 我這次就要特意回家看 名字我聽得多 我經常以為是時裝片 還有我又很驚奇 這套片 因為你知道許冠文 特別早期 都很喜歡包覽 編導演 這次忽然間就是放手 只是做監製 只是做編劇 其實我覺得是小見的 因為看家和電影 原來其實他自己想做的 其實他跟女主角 想找胡恩夢 我懷疑他是想做鄭則氏的角色 我懷疑是 因為其實也有點像 鄭則氏經常欺負 許冠英 有點像許氏兄弟 之前那些喜劇 不如介紹一下 那些七雄 哪七個 那些七雄 有鄭則氏 大家如果不太熟悉 就是之前 火線 那些江湖大佬 那個大佬 還有許冠英 一定有 許氏兄弟電影 還有《中法》 《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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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補充一下 《中法》 我想大家熟知八十年代的港產片 特別是講薑絲片 文初片 也有很多 或是功夫喜劇 都挺喜歡的 有時候做阿姦 有時候做中 都比較常見 多數做法師 一出就死 都是一個常見 出不過那些薑絲 陳友又有 這套七雄 還有哪幾個 還有這個火星 火星就是 他的真名是蔣榮發 就是成龍成家班的一員 都是打得的 都打得的 好像是否還有一個元寶 叫元寶 是一個肥仔 那個不是很多資料 但這個元寶 又不是說 後期他們做武師的元寶 也不是那個 我以為是 武師也有一個元寶 如果大家不要搞錯 因為這個是肥仔 這個七雄裡面 另外一個要提 就是大細眼 大細眼 大細眼在這個七雄裡面 最快死 但也要提 因為大細眼 真名叫做宋金城 他最早期 就是宋金來 宋金來 就是六十年代 其實已經是做同星出身 但我們熟知當然不是同星為主 其實我們熟知七八十年代 很多的港產片 那些黑社會 有時候做警察 做警察也做得多 我記得做警察也做得多 因為他們的大細眼 是有些特別的 所以大家都很印象深刻 這套就是那個七雄組成 其實背景就是 1922年 湘西 湖南地方 為什麼會選到湘西 這麼奇怪 因為湘西最出名的集中 是港師 港師要集中正是這個七雄組 但其實這個七雄也不是純港師 好像是偷運鴉片 其實也有偷運鴉片的行為 所以這套戲 但是當中有些人好像不是假裝港師 他主要目的是偷運鴉片 後來就是假裝 真的沒辦法 因為後期有人托他 真的要運一條獅子 出醒 因為有一個 怎樣要運一條獅子 出醒 話說那個鄉鎮 有一個所謂的鄉新 就是苗天式的角色 苗天 我想也要補充 苗天也是過世的 其實他最早期 做很多胡金泉的武俠片 做很多胡金泉武俠片 我也不太熟悉聽 如果大家看回那些 他通常是做奸角比較多 好像是太監 太監也做過 李漢翔也做過 如果大家看回李漢翔 例如《傾國傾城》 《迎台一血》 都做過 他最喜歡做李漣 記得了 當然胡金泉也做過 他也是胡金泉 好像是輔導 也有跟 然後後期 港產片也不是太多 後期 如果大家再聽到他的名字 就去到蔡明亮 蔡明亮 就是李那邊幾點 或者《不散》等等 都會看到他 是晚年少的 他其實普遍是做一些性格演員間 這個鄉新 話說他好像是叫了一個歌女 然後他那個歌女和他的先生 那個惡師 那間就殺死了那個惡師 然後那個歌女就自殺 但是那個惡師 後期他要運那條獅子 離開那個城 就托了七雄出手 怎麼詩變 除非你也知道 那條獅子中間 就掉了那個硫磺池 引發詩變 後期 當然 那個七雄裡面 都死了很多個 所以其實都不是點紅 死了鄭則士 和許冠英 其實都很慘 甚至我也有些驚訝 什麼死那麼多 我以為七雄 起碼死了兩個人就算了 後來只有兩個生還者 還有當然 那套死狀有些都挺恐怖的 你說那套片你覺得好不好看 我覺得是差一點的 處理也不是那麼成功的 許冠文可能這套 但是那個戲 分為於日泰問題 不知道 可能是音樂 我找回這個配樂 這個是陳迪康 有一首幾出名的八十名的歌 叫做雙心的小鸚鵡 不知道 他那個配樂 我覺得挺幫到那套戲 這首歌的主題曲好像是蔣麗萍 蔣麗萍 即是袁秋的妹妹 蔣麗環 蔣麗環 不是那個原秋 聽清楚是蔣麗環的妹妹 蔣麗環 我也記得那首歌很出名 那首歌挺出名的 還有我覺得那首歌詩變的怪物 那首歌詩變的怪物 我不知道那首歌的異形有什麼味道 那首歌的異形有什麼味道 好像戰士 血獸 是有點像異形的感覺 那首歌 我覺得是很不 是很不 即是有些外國參考 一些外國變的怪物 在裡面 還有我會覺得 中間你會覺得 那些氣氛是挺恐怖的 因為他這麼久都沒有出那個鬼的真樣 到最後才出 還有當中其實是有些融合的 即是說他去到那個地底 又找到一些好像皇帝的冒月 中間有些類似兵馬用 那套戲呢 我覺得最失敗的地方 就是他很快就已經不用猜了 其實那條線太簡單了 其實太簡單了 沒有什麼複雜性 中間那些報仇好像太過兒戲 那套戲究竟為什麼會 日光日霸到處走 後來要報仇的選擇性 那些又殺那個又不殺 甚至後來他老婆 就把他的按鈕同歸於世 那些好像全部 好像一個人一樣 根本都不是一個 我們說是喪屍的律型 雖然他形象像是喪屍 但他所有東西很有思考性 完全不像一個鬼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成功 當然你覺得某些造型 而且我反而欣賞的就是報警 例如佛塔的鳳圖 那一套就做得挺漂亮的 我覺得那一套就挺好 反而你說其他 我就覺得一般 一般的 但是這套呢 如果你想找回 尤仁泰早期的鬼片 或者看回他和許冠雯的合作 不妨找回人來追鬼七雄 這些片全部都出了 那麼我們呢 說兩套已經 這麼快又說完了 只說兩套一集 下集再跟大家說 拜拜